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妹们 刚一期我们说到的 将 讲解 8根鲁班 讲解12根鲁班所 将花所得解 对于我而言呢 这个丁香花所呀 12根鲁班 呃 一会呢你们 12根 12根鲁班 也也有一他也还有一个名 为什么呢你们听一听 他其中实际上是有一个东西的 那观察观察这上面 一个地方呢 到缝隙 这 这缝隙呢他 他怎么 就散开了 后呢 发现这里面 有 首先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该怎么做呢 先把这两个 这样 然后再这样 这次呢 这次呢要将其中的一个方 缺口的这个 然后呢 再拿起来 好了 好了下面呢就相对要简单一些了 随便拿起来一个之后 再随便拿 哦啊下一步呢 下一步 需要一个专业一点 可能可以拿东西垫一下 他就要 他就要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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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另外一个拿过来 哎 好了,然后呢,先啊,这里是有缺口的,这里没有缺口,要先将没有缺口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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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缺口。 这样的话呢,二根鲁。下面来讲一下丁香花锁的,丁香花锁的,别锁的,我没放进去。 然后呢,再讲一下丁香花锁,这个丁香花锁呀,说呢,他拼的时候啊,对手部力量优异。 如果你手部力量不够,说你的手的平衡性不好,有可能一不小心,锁就散了。 好,来看一下这个丁香花锁。 这丁香花锁,你看过我前两期视频的,都知道。 鲁班锁呢,实际上就是用最凿来这个,给它锁。 真正的鲁班锁是解不开的,这种鲁班锁呢,就是为了让你玩,所以它能解开。 所以说啊,鲁班锁上面往往有一个雀块的机关啊,这上面这个雀块的机关,有颜色的变化。 可以啊,往这边折,往这边折了之后呢。 它拉出来。 哦。 拿下来。 好了。 关锁呢,也就被解开了。 它里边啊, 有。 有。 有个花瓣。 三个这个,轴。 这轴怎么,这个啊。 这样。 看好了。 这样呢。 后呢。 这样放上去。 啊。 三根。 下一步啊,就是我放这个。 花瓣。 花瓣啊,异常不好放。 啊,呃,我就不说话了,因为这个比较难。 我再说一句吧。 这个啊,比较特殊一点。 要在一开始就放上。 。 你们先等一会儿。 你们先等一会儿。 等一会儿。 你先等一会儿。 下就是等一会儿。 在这会儿。 我先等一会儿。 看上去。